在商店的部分呢 还在公告当中 准备12月要绝标 是不是 好餐饮的部分 我先请教一下 现在餐饮的部分需要权利金吗 要不要缴权利金 要不要 不用缴嘛 对不对 不用缴嘛 确定不用缴嘛 为什么不用缴 为什么不用缴 不用缴权利金 不是 因为我们 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秘书室主任来做回答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因为他其实 我们已经编列了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点滴盈余 全部归工 所以把他的预算已经压在他 那院长 你有沒有看过你们的预算书 你要报告你的预算 你应该都很清楚你的预算编列吧 是的 是不是 好在税入的部分 有一个部分 你看故宫院区内的餐饮 BOT经营权利金 回馈金 这边写得这么清楚 103年 你现在跟我说不用权利金 那这个是写假的咯 那个应该不是销和射的权利金 要不然是什么权利金 是我们顾工精华 哦 顾工精华 BOT的授权金 是完全属于精华的BOT 是的 你是说第50页那个是不是 好来 完全属于精华嘛 对不对 是的 好所以完全属于精华的部分 为什么102年 他的金额比现在还高 你是说 故宫精华的部分 故宫精华的回馈金 还有权利金 那他那个营业 故宫精华的回馈金 是按照他每一年的营业额度 然后缴交百分之六 所以现在营业额度 103年的营业额度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现在在103年 我们的权利金跟回馈金 我们是把它减少的 你到底对你们的预算 有没有认真啊 对不起哦 你说的是50页那个 还包括了权利 出版品的权利金 那个是我们有一个 什么叫出版品的权利金啊 第一项 故宫院区内餐饮 故宫精华服务中心 BOT经营权利金 这个部分 你102年度编列1500万 然后回馈金300万 103年却只有编1250万 回馈金250万 连权利金都可以减少 好 这个减少不打紧 现在连我们委外的部分 委给萧何社的 也不用权利金 也不用权利金哦 那为什么不用权利金 你现在这样子不是包庇吗 为什么不用权利金 首先不是权利金的问题 是我们在 要不然是什么的问题 100年的时候 我们立法院已经决议了点滴归功 所以他的所有盈余都会缴入 所以全部归功 好 全部归功嘛 怎么计算 总共我们的所有 餐饮的部分可能有1亿6哦 一年有1亿6哦 那怎么算 两年是1亿6 两年1亿6 那怎么算呢 就是 他的收入 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 秘书室主任回答 好来 主任 谢谢委员 那个我们的预估金额 是以去年的营业额 餐饮这个部分 8000万来计算 因为 两年1亿6嘛 好 那怎么算嘛 到底萧何色要缴多少 归功嘛 跟委员报告 在100年的时候 我们立院已经做出主决议 所有的盈余必须全部归功 点滴归功 全部归功 全部归功 全部 所有的 没有错 这是立法院的决议 你欺骗 你这当中 还有营业额未遂的 百分之二十点五 这个怎么输来的 这个数额怎么出来的 这个数额怎么出来的 营业额未遂百分之二十点五才要缴回 这二十点五怎么出来的 那是不是 你说明啊 说明啊 二十点五怎么出来的 那我请我们秘书市主任 来 怎么出来的 谢谢委员 是这样子的 以我们过去几年 我们因为在做这个标案的时候 必须要参考过去几年餐饮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时机 那所以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订定他的人事成本 占了这个所有的营业额的百分之三十五 因为他是一个人力密集的一个行业 那另外的话 他有他的餐饮的成本 这个地方所谓的二十点五是一个下限 不是一个上限 所以你跟我讲说所有全部归功 你应该是说要扣掉员工 扣掉成本之后的归功嘛 跟你所有全部归功 你刚刚讲说全部归功 我一直跟你说你怎么去计算 抱歉委员 那我们讲错了 所有盈余 所有全部归功 跟你必须扣掉成本员工支出的归功不同 这是必然的 我指引你今天的百分之二十点五 我指引你这百分之二十点五 这个部分计算是有问题的 你说虽然是定下限 好 今天萧娥社怎么跟你们谈 他只要缴百分之二十点五回来就好了吗 他只要所有的记账 在当中做了手脚 你怎么知道 还有 还有 主任我再问一下 你刚刚我想说未来在商品的部分 商品的部分 十二月要决标的部分 是七成是国库 三成是萧何社 对不对 是不是 是的 是吧 对不对 奇怪了 都还没有决标 怎么会知道是萧何社呢 不是 得标的厂商 我们其实我们在 这个是我们写标案 是比照过去 本来过去我们萧何社在卖店的部分 他百分之七十 他七十管销费用 跟人事费只有百分之三十 院长 在商店的部分 也是没有权利金哦 也是没有权利金哦 然后七成是国库 三成是属于 你们现在改个口供说 是得标厂商 其实你们内部都已经讲好 就是萧何社 你们内部都讲好 就是萧何社 因为那都是委员决定的 来 部长委员决定 不是 评审委员 最后评审谁优胜 对 一定是委员决定 总共几个 餐饮总共几个委员 九个嘛 你们内部几个 五个 对不对 五个嘛 所以怎么评 你们内部基本上 上面都已经 有意思要给萧何社了 在里面的员工 敢造次吗 不敢啊 委员 那个餐饮的部分 只有两家来标 院长 依照有限责任 国立雇工 博物院 员工消费合作社 章程第六条的规定 我们雇工的 现职员工 全职研究助理 工读升级 营业地点的员工 都是属于我们员工 消费合作社的社员 没错吧 每一个人都是吧 在以前是的 在以前是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新进人员 他们会填自己愿不愿意加入 萧何社 如果愿意 他就写加入 是目前吗 目前是这样做的 目前吗 之前全部都是吗 是的 是新进人员吗 同时候 你的委员好 来院长我问你 你的 评审委员 有可能用新进人员吗 哦不可能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退社了 所以新进人员 跟这些委员是不相干的嘛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现在在第六条规定哦 这些都是社员哦 他们每个人都要认股金哦 都有股金都要认股哦 每一股是十元哦 而且每个人要认购 十五股来计算哦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股东 对不对 但是 萧和社他们是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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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和社的事务人员 通通都退社了 是不是股东 是不是股东 如果是社员 当然就是股东 是股东嘛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些委员 评审委员 也可能是其中的股东嘛 对不对 但是 是不是 你只要回答 是吗 对不对 但是都退社了 退社了 什么时候退社 什么时候退社 自从我们决定要走 招标这个肖和社 要成采购法之后 我们很多社籍的人 都退社了 所以评审委员 都叫他先退社 是不是 对不对 评审委员都叫他先退社 好 来 你帮我调一下 我们这些评审委员 这五位评审委员 什么时候退社的 什么时候退社的 我事后提供书面资料好吗 我告诉你 这牵扯掉违反 公务员服务法 还有利益回避法 他们是违法的 如果他们明知 他们要担任评审委员 而且他们已经有意 要给肖和社 而再因为这样而退社 他们是有问题 他们是有问题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念给你听 公务员服务法 第十三条 公务员不得经营商业或投机事业 对不对 所以他只要是社员 或是明知 而故意退社 退社之后来做这样子的参与 招标的动作 甚至进入评审的制度 这有问题 这有问题 再来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第六条 公职人员只有利益冲突者 应急自行回避 所以 你们早就预设立场 要给肖和社了 所以你赶快叫这些 委员赶快退社 这是你们的阴谋啊 再来第七条 公务人员不得 假借职务上的权利 机会或方法 突起本人或关系人之利益 关系人哦 他违反第七条 即使他退社之后 关系人 都是他所有的同仁 同事 这是关系人 所以即使他退社 他还是违反公职人员利益 法的第七条 好院长 要不要送廉政会查一查 要不要送检调查一查 要不要 我想我们会研究这个 刚刚委员所讲的那些法 我猜我认为 有没有破例 要把这些 所谓的 大家认为有黑洞的部分 赶快让大家可以清楚了解 就送检调啊 就送廉政啊 让他们查一查 看这些人 是不是因为知道他自己本身已经要变成委员而赶快退社 而为他的关系人去磨取利益 关系人去磨取利益哦 所以要不要查 我想不是这样 院长要不要查 送检调送廉政署查一查 你赶快宣示一下 要不要 我违法当然可以啊 我现在已经念了 已经违反了 已经违法公务员服务法 已经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这么清楚的 我已经念给你听要不要送 要不要送 要不要院长我就送你哦 你不送他们我就送你跟这些五个委员 请回座位院长及各位单位的